港产僵尸电影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顶峰 电影人将民俗喜剧恐怖功夫和奇幻元素充分柔和 开创了这一香港电影独有的第三种类型片 僵尸电影 像洪金宝的鬼打鬼 刘官伟的僵尸先生和刘振伟的猛鬼拆馆等等 都是香港僵尸电影领域重要的代表作 说起僵尸电影 大家都会不由地想到林郑英 吴马和陈友等老细苦塑造的一系列道长的形象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林郑英扮演的一枚道长九叔 他道数高超 不苟言笑 古板正直 又总带着平易近人冷幽默 随着林郑英的逝世 僵尸片已成昨日黄花 虽然后期有多部同类作品陆续问世 但始终无法挽救僵尸片没落的颓势 《红绳莫斗》 金犹在 不见当年林郑英 便是影迷用来表达他们对林郑英 及僵尸片《黄金时代》的怀念 21世纪后的僵尸电影虽然早已没落 但也并非没有优秀作品 小麦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部 后僵尸片时代相对优秀的作品 《僵尸大时代》 该片拍摄于2003年 由前盛伟导演徐克编剧和监制 值得一提的是 2001年的徐克已经进入了创作低谷时期 他的《七剑》《黑侠二》和《鼠山传》 接连遭遇票房和口碑失利 每年的拍片数量也极具锐减 已不复当年辉煌 所以这部《僵尸大时代》并没位在香港供应 而是直接以DVD戒指在北美市场推出 徐克索性将当年具有大众趣味的僵尸片 变成了一部极小众口碑的电影 故事背景被放在了清朝时期 讲述了茅山师父带四名弟子下山伏魔 途中却遇到千年僵尸王的伏击 师父失踪 而徒弟们也阴差阳错地误入了大方伯村庄 在村庄里 他们邂逅了江家的寡妇 逐渐引出背后害人的秘密 原来江家有将祖先制作成蜡尸的习惯 不料剧情突生变故 在邪恶道士作法之下 一句句蜡尸也变成了围破人间的活僵尸 而双方也因此开始了精彩的斗法和较量 不过故事并没有因此而止 小麦就不做更多剧透了 本片导演钱盛伟虽谈不上香港一线领导 但他指导的七月十四七月十三等新总片 却拍出了浓厚的中国民间风俗气息 僵尸大时代的主要故事情节虽然简单 但多线索的交织悬念手法的运用 让他完全有别于林正英电影幽默诙谐的风格 变得更鬼暗也更加写实 比如片中那些遮天蔽日的场景 空空荡荡的江家古宅 出没无常的僵尸 都给予观众以强烈的压迫感 还有奇门遁甲 喜坛斗法 深夜取金 湘西感尸等元素的运用 也显得极为浓墨重彩 从表面上来看 本片只是一部再普通不过的僵尸片 但凡看过黄飞红 笑傲江湖 梁柱的朋友都知道 徐克不会只有这两把刷子 在僵尸大时代 除了那熟悉的徐氏风格的武打动作设计外 也能隐约感受到 徐克对当时社会和世道现状的隐喻 喜欢本片的同学们 自己感受吧 僵尸大时代 虽然称不上绝对的经典 但比起后僵尸片时代 众多粗质烂造的僵尸片 已经足够诚意了